华强北的Mac mini硬盘成品 它来了 上周末第一车 799块钱 两TB 看一眼 这东西其实也没啥可拍的呀 老张选的这个呢 是闪迪的后盘 也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个版本 首发的价格是799块钱 号称是马上要涨价 涨价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退散吧 这东西也就是值799 什么叫做第三方的成品硬盘呢 就是你把它直接装到Mac mini里 可以替换掉苹果原装的硬盘 这就省得去扩容 需要把板子上的存储取下来 在焊上 苹果两TB差不多要加3000多块钱 苹果就是想要你这个钱呗 你愿意给呗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这块板子从苹果原始的10层PCB 缩减为了4层 4层的PCB稳不稳定 老张呢 长测一下再来给大家说 我今天只是来带大家尝个仙 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用 是不是平替 来吧 咱们开整啊 拆装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拆装之后呢 还需要重新的恢复系统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抄板 抄的是它的原理图 点击联合创作游哥的头像 去他的频道查看详细教程 OK 现在新硬盘已经装里头了 系统正式启动起来了 咱们来看一看 M4盖板16G内存硬盘变成了2TB 硬盘的信息 它的名字呢 被识别为了苹果SSD AP2048Z 也就是2TB的版本 Smart状态已验证 跟咱们平时的这个硬盘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剩余空间1.97个T Smart程序直接过PASS 温度现在是32度 所有的信息都继承自我之前的那块信息啊 所以你能看到我之前的写入量 和之前的启动次数 开机次数11次 这是因为苹果的硬盘啊 控制器是在主板上的 咱们只是换了一个颗粒而已 写入数据量69G 读取数据量84.7G 它跟咱们普通的苹果硬盘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也不用纠结这个数据 最关键的环节 测个速 写入速度3131 读取速度3000 比原装的可是快了不少啊 立竿见影 再对比一下雷电4的挂尿袋方案 大家可以自己对比啊 暂停观看 温度干上来了 大家看到了吧 56度 这硬盘看起来还行 不会是二手颗粒吧 有可能未来会有二手颗粒做成的成品的硬盘 但是老张买的这个人家拍良心说的是全新颗粒 那这华强美能买吗老张 现在Mac mini硬盘扩容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寄过去换硬盘颗粒需要高温摧残你的这块原装的PCB板子 这个老张从来都不推荐 还影响保修 第二种方法挂尿袋 缺点呢就是睡眠之后经常会醒不了 会增加不安全插拔的次数 它的体验稍微和纯白苹果不太一样 那现在这种方案稳定性没法测试 但是从表面上来看是最完美的Mac mini硬盘增容的方法 但是老伙计们还是等老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看看到底会不会翻车 大家再冲啊 你这视频一出是不是又要涨价呀 涨价之后老张就认为不值得买了 你不买我不买明天降一百 咱争取给他干到599两TB 那时候大家买的多开心呢 还有就是这块硬盘 别去二手回手网站把他出了啊 这便宜咱不能占 留着保修的时候给他装回去 不影响保修 不影响保修